据香港媒体报道,韩国30岁男星李敏浩于去年5月以社会服务要员的身份入伍,并于首尔江南区厅服役,而于今年3月到韩国中青南道论山的陆军训练所,接受四周基础军事训练,并顺利毕业的他今日迎来出道12周年。 他5月10日公开多张照片并留言,12周年Thanks for everything,感谢粉丝的祝福,照片中剪了短发的李敏浩带着帽,他抱着爱犬并向镜头举威,笑得十分开心,他面前更放了多个和他出道12周年的蛋糕及花篮,而他预计于明年5月退伍,最近李敏浩更搏,晒出两张模糊的照片,评论机炸了,有网友评论,我哥迷之自拍角度无人能及,还有网友评论,来自李大萌的迷之角度, 直男自拍,敲喜欢,李敏浩招牌高呼招牌,想学都学不到,你get到了吗?最近李敏浩结业典礼照片被曝光,撒照成了大炮脸,恭喜常开友爸李敏浩结束了一个月的训练营,以小队长的身份光荣回归不吹不黑,素颜这个水准真的很棒啦!